智慧是你心中的明灯 下 菩萨的智慧是大智慧 是用不完的 就像太阳的光芒一样 永远都不会用完 这个能量是永恒的 如果很快用完了 那不叫智慧 那叫聪明 聪明只不过是 计量利弊得失的方法 比较敏感而已 智慧是一种超能力 可以解决人间一切问题 烦恼 只是你拥有多少的问题 你拥有的智慧越多 你什么都不会挂爱 和当回事 一切都随缘 如果你智慧少的话 你就会害怕 一会儿前进 一会儿后退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吵不闹 不讲也不笑 他因为心里有一盘棋 什么都知道 就是我们人间讲的 大智若鱼 有智慧的人 他像傻傻的一样 其实他什么都看清了 他根本不会去追求 人间名利得失 因为他看开了 菩萨 为什么在高处 因为越高 看人间越小 人间再大的事情 也是小事情 天上再小的事情 也是大事情 我们学佛 就是要站得高 跟菩萨一样 站在天上 看人间 人间 什么事情 都是小事情 当你把一件事情 看得很小的时候 你就不会太伤心难过 也不会太计较 你什么都放得下 这就是菩萨的智慧 坚强每一天 智慧每一天 放下每一天 过去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这就是智慧 菩萨智慧 无亮光 通达无爱 无思想 凡尘渺小 莫计较 生死世大 自心造 大致若愚 皆放下 无上佛道 事愿达 さん扨